各位评审老师 各位参赛同学 大家好 我叫李又生 今天我所要演讲的题目是 恐龙回来了 大家有看过 《侏罗记公园》这部电影吗 这部电影在说的是 人类用了基因混合高科技 把地球上已灭绝了几亿年的恐龙 再次重现世人眼前 并打造了一座恐龙乐园 电影里介绍了各式各样的恐龙 有凶猛的暴龙 聪明的迅猛龙 天上飞的翼龙 以及海里的苍龙 每一种恐龙都有它的特性 也让我觉得十分好奇 还记得那一天 凉风息息吹来 我一边在公园里散步 一边回想着电影里的情节 要是现在真的有一座恐龙乐园 那就太棒了吧 我就可以坐着游园车 仔细观察不同的恐龙 想像它们曾经是这里的霸主 想着想着 一个彩虹 我突然急速向下坠落 感觉叠进了一个软软的大草原 四周一片漆黑 渐渐地有些光线透了过来 我发现我旁边竟然有颗 好大好大的蛋 而且它正渐渐地离开 从立风中 似乎可以看见一只小恐龙 我的天啊 我到底在哪里啊 正当我惊慌失措时 地板震动了起来 难道这是地震吗 不对不对 这不是地震 远方有几只旁然大雾 正朝着我的方向 快速地跑了过来 我眯着眼睛仔细一看 竟然是雷龙 我吓得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但是却腿软站不起来 我只能大声尖叫 害怕就快要被裁片 或成为恐龙的点心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温柔的声音 你好啊 请问你是谁 怎么会在我家里呢 原来我不小心误入雷龙的家了 经过愉快的聊天 我和雷龙妈妈变成了好朋友 她带着我 让我坐在她高耸宽阔的背上 介绍我认识不同的恐龙 有亲切的三角龙 热情的剑龙等等 还带我去看火山爆发 恐龙迁徙等许多有趣的奇景 突然 噢我的医生 原来是暴龙跟吉隆在打架 我跟雷龙妈妈说 我们赶快离开吧 免得被他们发现 话才刚说完 暴龙就往这边追了过来 我紧抓着雷龙妈妈不停地往前狂奔 心里默念祈祷着可以安全脱身 跑着跑着 一不小心 我从雷龙妈妈的身上跌了下来 撞到石头 晕了过去 这时候 突然有人摇着我 大声地跟我说 起床啦 不要再睡了 再睡就要迟到了 我慢慢地睁开眼睛 看见妈妈像恐龙般地对我大吼大叫 原来这一切只稀场梦 是妈妈 不是恐龙 真好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又轩生动的演说 谢谢又轩生动的演说